我們就把資料給下載下來 當然我們剛剛其實也做了一些事情 可是問題 如果我不希望說用手動的方式 如果用手動感覺好像只有做一半 所以我希望怎麼樣 全部幫我下載下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有關網頁相關的知識 這個我想 可能要講又有點太多了 而且有些相關比較專業 所以我在這邊有舉了兩個網站 我覺得還不錯 或者說你們可以再去找那個相關書籍 像可能還是 如果你將來想要徹底對網路爬蟲 徹底了解的話 但第一個 你可能還是要先了解什麼叫HTML 什麼叫CSS 那如果你暫時還不想買 就不買書的話 其實網路上有一些相關的電子書 像HTML基礎 那什麼叫HTML 這邊有說 我想應該大部分同學應該看得懂 只是說 只是說你要怎麼應用部分 這個我想請各位還是可以稍微了解 因為其實白話意思 其實就是所謂的Tag 那所謂的Tag就標籤 那它其實有分成前面的叫Opening 就等於是標籤開頭的叫Opening的Tag 那結束的話叫Crossing的Tag 有沒有 就頭跟有什麼差別 Open的話前面是小於大於 OK就是這樣包起來 但尾巴其實這個大於前面 可能會有一些其他的屬性 然後尾巴的話就是結束就一個斜線 OK然後多一個斜線就結束了 所以頭跟尾 那這個中間的話實際上就是它的內容 OK 然後其他相關的細節 我想各位可以 那其他有沒有 你會發現 這個小於後面的Tag後面 有可能會放一些所謂的屬性 Attribute 那有些會放 有些不會放 不過大部分你會發現網頁裡面都有放屬性 OK 那至於相關細節 可能自己才會了解一下 這第一個 第二個這邊還有什麼 W3Schools 這個網站其實也不錯 這個網站是對岸的 不過至少是它提供了蠻多 像HTML HTML5 或者CSS 甚至那個 像那個JavaScript 像Bootstreet 這個裡面都有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自己也許再稍微把這個當成參考 參考資料稍微了解一下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解決 剛剛提到的那個問題 就是 有沒有 我現在抓資料 那我們剛剛是圖法鏈一個個填 所以第一個我要解決 所以我先把這段程式碼 C 上面這個程式碼是抓1頁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抓1到68頁的話 當然我把這個Sub名稱改一下 前面加一個P次好了 OK 然後第二個的話 請你再 因為如果你要P次的話 其實P次的話 多番意思是大量的 那接下來你就給它一個範圍 所以我再打一個 叫4i等於第1個page 到第68個page Enter兩下 再打一個net 那意思就是說 我產生了一個變數 叫做i 那這個i的變數 它可以幫我變化 OK 那我就是1到68 那我將來可以把這個i放在哪裡 放在indage page等於 的後面這個數字 改動就OK了 所以接下來 我習慣是把with到endwith 這一段程式碼怎麼樣 把它選取之後 搬到 搬到哪裡呢 搬到4nets的中間 並且把它按一個tab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在這個回圈裡面被執行的 所以它換到下一階 那我們大概就是知道說 你這個範圍裡面 去做這件事什麼事 幫我去抓網頁資料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只需要把這個i放到這裡來 放的方法其實也是跟前面一樣 放i還記得吧 先把那個數字選起來 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再移到中間 再加個i就可以了 有沒有 然後接下來把and的前後加上空白 這樣都OK了 你會發現喔 這個似乘相似喔 對沒錯 一模一樣的意思 也就是說你將來 如果要把某個變數 放在某個字串的中間的話 方法一模一樣 串進來了 所以呢 第一步我們就完成 但是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現在先把這個把它刪掉的話 OK 它裡面是空的吧 那如果我現在執行它會變怎麼樣 跟各位講喔 我按F8好了 它第一頁先抓下來 抓下來了 抓下來了 OK 有沒有抓下來了 起了第一頁 我看 我掰 喔不對 我這個剛剛沒改到 所以它 Ctrl向下看看 喔 跑到這邊來了 我再把它刪掉一下 跑到那個183那邊去 難怪看不到 好 Ctrl向上 那我把它改回1好了 OK 把它停掉 好 重弱一下 那一樣先抓第一頁 先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裡 可是問題來了 我現在沒改另外一個變數 還是Range A1 那會怎麼樣 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再跑一次 因為I等於2嘛 它會抓第二頁 可是問題你還是Range A1 它這個時候會怎麼做呢 其實按執行就知道了 其實你會發現 我把它Ctrl向下 有沒有 沒有 它其實喔 後來發現呢 它其實是把原來你的第一頁 有沒有 把它向右擠過去 所以這邊是第一頁啦 這邊第二頁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第三頁會怎麼樣 一樣的道理 它又向右擠 所以按F8 這個時候I等於多少 等於3嘛 第三頁 抓下來了 OK 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會 它是怎麼跑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喔 第一頁在這裡 這個變第二頁 這個變第三頁 那意思類推啦 如果你全部跑完之後喔 它就變第一頁最右邊 然後最左邊就68頁 不對啊 想說老師還是抓下來沒錯啦 可是問題這樣將來怎麼處理 好像有快一點 但是還是很浪費 所以下一個問題喔 就是我要怎麼樣如何讓它 第一頁抓完之後 把第二頁喔 直接放在第一頁的下方 那就需要變動哪一個變數呢 變動這一個 有沒有 Range A1這個 A1後面這個數字 哪一列的意思 那浴室的話呢 是先放在第一列 可是 第二頁應該就是 讓它向下追蹤 可是要怎麼寫 這個程式比較簡單 OK 待會再來CUT 畫面先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CUT 那其實方法都自己想出來了 那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你可以踩踩看沒關係 因為這個方法 這樣的寫法 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有更簡單的寫法 沒關係你可以變動一下 OK 如果有更好的寫法